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MocoJS的数据的模拟 那我们在上一讲,我们之前的讲堂当中呢 我们说到已经跟大家已经分析了我们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我们所涉及到的是大分类 还有小的分类,以及小的分类里边的一些据取的一个数据 以及我们每一个这个type里边呢都有这样一个实力商家 那基于此我们对此呢做一个最详细的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定义 那数据的定义我们根据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呢 我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稍微理一下 这个地方呢我一起写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从左侧这个菜单来讲 它是每一个 每一个里边呢它都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它其实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它这样有六个大的对象 然后组成一个数组 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的话 它就是一个在中文化里边 categories 然后呢这里边划分的有六个 它每一个的话呢就是中间这一组大的 这就是这就是完整的一个一个组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女装 那就是有categories categories name 那么每一个里边呢它有一个ID 就是我点它之后 就是我直接点它 其实它也是会到一个大的分内下面 所以呢它这儿有一个ID 然后呢它每一个里边有一个logo 这就是里边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 我左侧的话 我模拟的数据的话 我模拟这样一个数组 我在加载的时候呢 我做一个循环 然后将里边的categories啊 循环给它取出来了 就得到了我们左侧的这样一个 大的分类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再说到里边一个小的分类 那我们看到呢 这里边其实啊 每一个里边都取了三到四个啊 这儿有四个 这儿有三个 取三到四个啊 我们就默认以取四个啊 取四个也就是说 我们这儿其实里边有子分类 这个子分类大家啊 看一下 当然这里边它写的是连衣裙啊 针织衫啊 这些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啊 确定一下就 我们这里边显示的这些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所要模拟的 比如说外套 上装 裙装 裤装 或者特色女装啊 是这样一种 我们不是这里边具体的某一个类型 那么所以我们按这种步骤的话呢 所以这里边所显示的话 我就是在这个categoryitem里边呢 它也是一个数组 每一个数组呢 就是 对应到 我们这里边 这就是一个啊 中间这就是一个数组 这也是一个数组 这里边就一二三四 有五个数组 OK 这个数组的话呢 就是在categoryitem这里边 那么所以我们在取的时候 只需要循环categoryitem的cname 我们就能够取到这里边所有的 这样一个分类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细节的这个分类 那分类里边包含什么东西呢 那首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说 它有这个name 然后呢 每一个name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子项 啊 子项里边又包括 它的id 它的name 然后呢 包括我们点了之后 它还有到一个链接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里边 你看啊 它有一个item 然后呢 有马甲 有小西装 啊 等等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 小西装 对不对 外套 啊 缝衣这种 就是每一个里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里边的这些数据给 模拟出来 那紧急着在里边就 最后一块呢 就是实力的这样一个商家 这里边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这里边呢 我们只需要按这样一个格式 啊 定一个啊 销售者啊 K-Sinner 啊 NIM 还有URL 因为呢 这里边 NIM呢 就是我们每一次看到的这样一个 一个结构 那么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 点了之后 我们会到一个链接里边去 啊 我们这里边所显示的这样一个格式 就 就能够正确的站出来 所以呢 在这里边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其中的这样一个 item啊 这样一个type里边的一个数据啊 整理 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那么 我把这一个呢 在我们的那个 系统里边 我们先 看一下 我们 这个情况 啊 我们在这里边来看一下 它大概呢 就像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所要 模拟的数据 就应该要 大致就要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类型 就最外边是一个大的对象 然后呢 这个对象里边 这是一个 对啊 这就是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如果我还要几个的话 我直接在这儿啊 对话 然后呢 再复制这样一个 这就是两个大的table了啊 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table啊 然后呢 这儿我们是 啊 string的 然后呢 int类型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string 然后是一个url 那么我们现在除了分析我们这个阶层里边数据格式以外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我们在moco.js里边所要用到的格式啊 一个数据类型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啊 中文的这样一个文字啊 长度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在moco.js里边 他对那个中文的这样一个模拟呢 稍微要偏弱一点啊 我们在里边上上上讲啊 我们之前的那个讲 讲课程里边呢 也就是说到里边除了模拟那个中文的呢 除了那个channess name啊 中文的名字可以模拟两个或者三个以外 那我们其他的是不能输出那个中文字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啊 用中文字来进行表述 如果你啊 每一次模拟两个到三个 如果你觉得比较比较短的话呢 你可以啊 两个合在一起啊 都是没问题的 OK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啊 看是一个 就是一个数字类型的 对不对 是一个啊 就是整形的 这个地方呢 logo他应该是一个图片啊 我们对应的图片应该是 爱特的 是不是我们里边如果是按那个 证为符来讲的话 那我们里边应该是一个 emang这样一个标签啊 对于这里边来说 还讲的就是一个一个link link的话肯定就是一个好 我们做一个链接 那就是一个url啊 整理的情况那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如何去模拟这里边的那个数据啊 然后我们对应照着这个数据来看 那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来模拟呢 那我们先重新开一个窗口啊 重新开一个窗口 我们来对比着来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数据的模拟的一个情况 OK 那我们来对照的左边 我们来写右边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啊 我把这个窗口呢 我把它分成两边 OK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来看 首先呢 它的左侧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category啊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啊 因为它是一个 生成一个啊 一个或者是多个的这样一个写法 所以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写法呢 它应该是比这样一种写法 那么我们这里边是生成多少个 我们生成假设是啊 三到五个吧 啊 这三到五个啊 紧接着我们要写的它是一个宿主 对不对 啊 宿主里边呢 它是一个对象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 你看哈 它这里边生成三个四个啊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它的空的数据已经过来了 那紧接着呢 我们这里边就要定义它的category name 啊 category name的话呢 我们这样写category name 然后我们定义 它是一个中文的这样一个啊 中文的 所以呢 我们之前呢 就有一个叫 channess name 对不对 啊 channess name 啊 我们看到哈 channess name 啊 有了 但是 我们可能觉得它不够长 不够长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多写两个 啊 这样子 也是可以的 啊 我们看到哈 是这样 那么 紧接着我们要模拟的另外一个数据呢 就是 category的一个id 那category的id的话呢 啊 我们之前讲了有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呢 它是一个number 然后是加多少的这样一个写法 对不对 啊 其实上 原来我们在上一次讲的 我这个地方呢 就顺便去纠正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 我们之前啊 如何去写的呢 我们是 比如说category 啊 我们原来是这样写的 我们是加 啊 我们加一 然后呢 这个地方上一次 我们记得是这样写的 原来呢 我们每一次输出呢 它都是 100 对不对 那这里边 上一次我还在给大家说 我说这个地方可能是它有一个问题 其实后续呢 我发现呢 这是我理解上的一个问题 就这种情况下 它其实是在数主里边啊 数主里边它才会去做一个增加 所以呢 我们这边看到它在数主里边啊 你看它从100开始 加一 加一 再加一啊 这就是它这里边的一个模拟情况 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纠正一下之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希望大家也稍微重视一下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这里面以时啊 开始啊 紧接着我们就是一个logo OK logo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我刚才说了 logo应该是个什么数据类型呢 它应该是一个啊 是一个image 对不对 那么我们image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用image 那image里边啊 它是可以它带参数的 那我们在参数的话 我这里边呢 首先写第一个参数 我写一个大小 我们写一个叫64 然后乘以64 然后乘以64 那注意一下 这个乘号啊 这个乘号 这个乘号的话 我们平常在写的时候 不是我们这里边直接点那个信号 这个乘号的话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用的它的那个image里边 啊 我们看到 我们最好是呢 去复制一下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一个小X 啊 注意一下 啊 这个地方 然后呢 乘以64 OK 第二个参数呢 我是要指定它的一个颜色字体啊 我们的一个背景色 我们就比如说随便写一个吧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写它里边文字 这个文字 我就用logo吧 啊 文字 OK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这样一个内容 啊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进一个页面 我们看 看一下它的输出啊 就这样一个 OK 那么有任何问题 啊 和我们预期是一样的 紧接着 logo 我们在logo里边完了之后呢 它是一个categoryitems啊 注意这里边呢 又是一个宿主 这个宿主的话呢 其实和我们这儿的写法啊 我们开始那个写法是一样的 那宿主的话呢 我们这样 宿主 category grititem 然后呢 我们这儿模拟几个呢 我们模拟一个 哎呀 我们模拟一到四个吧 好吧 一到四个 OK 那模拟之后 注意一下这里边又是一个 这样一个类型的 啊 我们 啊 这样 大家看一下这里边是不是模拟出来了啊 这里边是一到四个 你看这 啊 这是三个 这是三个 两个 四个的啊 都有 所以 这个地方呢 我们继续写 啊 这儿啊 大家在这儿写的时候呢 就只要注意到这边输出的格式啊 都OK 没问题 然后呢 这里边如果你格式啊 觉得不好的话 你这样再啊 格式化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紧接着这里边是一个啊 C name OK C name的话 它一样的 是一个中文的啊 at 注意一下我们之前写的Chinese name哈 其实在这里边 现在有一个简简单的一个写法 就是C name OK 我们看一下C name 啊 这样子 OK 那 C name 然后那个C id 注意一下 C id的话呢 它 我们这个地方是从100开始的 对不对 OK 那 咱们这个地方呢 就C id 和刚才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 怎么写呢 叫C id 啊 然后呢 是加1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从100开始啊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紧接着又是一个item 对于这个item下面呢 又是一个宿主啊 这个地方相当于重复了三次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的写法 item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稍微多模拟一点 1到7 我们1到7个吧 我们模拟3到7个 模拟3到7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又是又是这种宿主的写法 我相信我写了这么多次了 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 OK 这里边的话 然后就啊 看到这个 这一块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那么 基本上是一样的 OK 这个地方 name的话 OK 还是 C name 那么id的话呢 就稍微变换一下啊 然后 这个地方还是 1啊 我们这个地方从1000开始 然后link的话 这个地方注意哈 link这应该是什么数据格式的 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url 对不对 OK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我们就已经把这里块的内容都已经模拟好了 紧接着 我们 等一下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 at c name 好 这个地方啊 对一下 c name 加1 100 这个地方 c name 哎 这个地方 它爆出了一个错误 应该说是哪个地方的错误呢 好 我们看一下哈 好 name add c name id 啊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格式不对啊 格式 这个 敲的敲的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 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 生存 生存出来的格式 啊 已经有了 紧接着呢 我们 需要 看到的就是 siner这一块 siner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siner 它应该是写哪一块的哈 siner里边就是一个name和url 它也是一个宿主 那OK 那咱们就在这个 啊 我们就把这一个呢 给它 缩小 嗯 我们就单独来看这个页面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呢 我稍微放大一点哈 那我们 应该是写的这个地方哈 siner OK 是写的这儿哈 这个地方一样的这种写法 那么 siner siner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是输入多少个呢 我们输入一个8到15个吧 多一点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OK 好 8到15个 紧接着我们这个地方 输入有一个name 一样的 一样的 at cname 这个地方我可以就稍微写两个或者三个写两个吧 ok cname 然后呢 紧接着还有一个是url 对不对 url 上面已经写过了 url 那这样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数据就已经模拟出来了 啊 我们 就模拟出来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对象里边 就输出了这么多内容 啊 如果让你自己去写这个东西的话 估计你会写得非常头疼的 所以我们你看 数据的模拟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生成了像我们的一个模板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先拷贝一下 OK 那么现在我就要把它给加在我们的那个服务器上面 我们来啊 看到我们的那个 写法 那么 我们整个数据的模拟 模拟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用express来实现这个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在express当中来模拟这一串数据 那我们之前呢 在我们的上一个代码里边 moc.js代码里边呢 就是我们已经写到了moc.api 我们能够输出这些数据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边直接把再加一个接口 那么我们进入到 它是在router里边 那我们vimindex里边 我们之前的话呢 是用的是moc.js moc.js 我们是moc.api 用的是这一串 那OK 那我们今天呢 再把这一串 copy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粘贴一下 那这一串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改一个名字 我们这个地方呢 既然我们是做京东的这样一个 那我们就写一个JD API JD API的话呢 OK 那我们先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呢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的是那个supervisor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不需要重新 这个地方我们只用一个叫 JD API 我们能访问 也能访问到 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里边 我们要将 我们这里边所模拟的这个数据呢 在京东 API里边 我们要把这里边所模拟的这些数据呢 全部给它干掉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只需要处理这一串 看到哈 这一串 京东 OK 就是这一串 那我们把这一串呢 我们考成 复制成我们 我们这一串的数据就行了 OK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再粘贴一下 test 那 至此的话呢 我们这里边这个数据的话就 可以了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这里边的数据 这里边它说有一个 有一个错误 再稍微稍等一下 应该是 这样一个内容 可能那个地方有点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的话 就稍微注意一下这里边的内容 Lock 注意 其实这里边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复制这一串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一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多了这一个括号 我们把这两个括号 这外层的括号给干掉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就这个括号 OK 咱们呢 再保存一下 再保存一下咱们这一块 然后再刷新 这样我们的内容就出来了 这个内容出来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京东API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目录里边 因为我们之前呢 是用到我们的Chrome Chrome里边 可以去访问到它 那我们这台机器的IP呢 是192.168.0.109 然后呢 它是3000的端口 平均的我们访问是JDAPI 好 这样里边数据 就这样 它就出来了 这里边数据 然后我们再核对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CategoryItem 其实我们可以按这样 这样来进行区分 OK 好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看 这个地方呢 总共呢 它是划分了四个 四个的话呢 这里边 CategoryName 然后Nogo 然后呢 还有一个Siner Siner就是这里边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CategoryItem 这里边数据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Item 这个Item的话呢 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 OK 好 至此的话呢 我们这样一个API 就这样已经 我们的模拟的这样一个格式 就已经输出完成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呢 就到此为止 那下一讲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解 如何将这个API导入 和我们的这个前段 进行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融合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后续的课程 再见